我是老梅 最近经常在网上看到女孩子深夜被人性侵的案件 然后办公室里起了争执 那么晚出门还差那么少 找刺激的吧 你怎么这样呀 不去卖坏人还在这谴责被害人呢 这世上坏人那么多能改变吗 没办法呀 提高自身保护意识 晚上太晚了不要去不安全了 穿得保守一点可难呢 你是从易总回来的吗 统计学家统计过多起性侵案件 着装保守的占多大数 又不是说你穿个老棉袄 强奸犯就能放过你的 不要总是把注意力放在被害人身上 多讨论讨论怎么严惩罪犯 杀疑警百 小婷说的有道理啊 就算穿着保守占的大魔术 但是深夜穿着保守绝对增加你被骚扰的概率 你去银行取钱 你会拿透明塑料袋装的钱出来吗 旺人之心不可无啊 确实也不能不注意自身保护意识 你这个比喻不对 银行的钱更多 怎么不借你去抢 还不是害怕被枪毙 如果性侵犯抓住就被枪毙 我就不相信 还有人看到女孩穿的少就敢随便乱配 对 坏人当然要严惩 但是坏人一下子杀得完吗 就好像你去输液 护士让你握拳 方便找静态 握不握拳是你的自由啊 你也可以不握拳 但是无非就是多扎 反正他们也不是护士 你就不能主观的保护一下自己吗 唉 我觉得老党说的对啊 你与其笑我捕毙拳多扎了几支 为什么不去批评一下护士的水平 如果护士一针扎歪了就够钱 我想整个医疗体系 扎歪的概率都不降低吧 也是 萧婷说的也对啊 这是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 所以镜头前的你是什么观点 在视频下方留言和我们互动吧 不管怎么说 希望真的有女孩子在你身边 遭受侵害和侵犯的时候 能勇敢地站出来制止她们 不要只在网上当个键板侠 下期再见 没饶俯 一个总想告诉你点什么的视频 另外 在签名里和车上贴什么 用我三年牢狱之灾 换你一生阴影的哥们儿 真的一点都不搞笑 有点low啊